歡迎光臨 張勳傑的家 所有男人都是英雄口 這個是我從 莫曼斯克俄羅斯帶回來的雪板 只滑了三次雪 三次雪 然後我就把它從 莫曼斯克俄羅斯帶回來 那像特別這個 這個也比較蠻特別的 我特別寫了 Youtube 破一百萬訂閱 好嗎 那為什麼它不會破油 俄羅斯它有一個傳統就是 你求一個心願 然後呢你會把那個盤子摔破 然後你其中一塊 其中一塊你要把它帶回來 然後這個願望就會成真 Youtube Youtube 俄羅斯 貓同硬硬的羽毛 我拍它 然後它羽毛掉下來 我就把這根羽毛撿回來 所以蠻特別的 沙哈拉沙漠的沙 沙 沙喔 我把它扛回來的 你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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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味道是什麼 它就是植物 然後咀嚼後 然後分泌出來的 它其實沒有太多的味道 今年的紅包 唯一的紅包 你也知道年紀大了 通常都發紅包 這是長輩的紅包 我也沒花 裡面多少錢我也不知道 但有現金在裡面 背後呢有個太極的圖 風生水起 魚缸後面有一首詩 白居易的詩 千里史足下 它那個詩的意義 大概就是 雞首成多 聚殺成塔 它有點隱喻啦 就是因為基本上 我都在國外跑嘛 各個地方 都是靠我的雙腳 然後慢慢慢慢的 去累積自己的經驗 這樣子 好不好 剛剛也說了 男人都有英雄空 這個呢 是賀君翔 賀小美 送給我的 雖然有點像嘉賓的感覺 因為他家也有一個 我們都是英雄 年輕時候 大腳走天下 我出外景 二十幾歲 去做的一個 陶板 各位 我沒有任何宗教 聖經 我相信大家都看過 但是你們看過可蘭經嗎 這一本呢 是吳建豪送給我的聖經 給大家稍微評判一下 有沒有 我看到這個可蘭經 我覺得他爆美 太美了 你看看他這個花紋 我是把它當成藝術品 在收藏 因為畢竟這個是對 穆斯林文化來說 是一個很崇高的一個神 阿拉 所以呢 我也把它就是奉在這 有沒有 跟上帝一樣 那這個沙發呢 是我老家 老家的沙發 我捨不得換 這個箱子裡面很特別 這個箱子裡面 裝了我從出道以來 很多的作品 的一些記錄 充滿在這箱子裡面 阿這樣就好了 你們想要看這箱子裡面 有什麼樣特別的東西 因為很多寶藏都在這箱子裡面 想看的話 底下留言 然後你們大家會看到這個左右兩邊 可能跟我房間這個風格有點不太搭 這兩邊呢 也是從舊家搬過來 一樣 有感情了 捨不得丟 然後很多衣物阿 都非常好裝 來來來 給你們看一個特別的東西 這張 出生的照片 有沒有 你看這照片都已經搬破掉了 對啊 然後 我跟我妹 我跟我妹小時候的照片 有嗎 我妹多可愛 我本來 人生的第一個夢想是要看那一集 但是現在 誤打誤撞 當了藝人 也不錯 對 其實像我的客廳阿 就有非常多藝人朋友來這邊放鬆 就是一個比較舒服安全的一個環境 這裡就是我的家 當然 如果你們還需要看到更私生活的張勳結 麻煩請留言 那還有各個指教不管是裝潢上 哪裡可以需要跟哥建議的啊 該改進大家 麻煩也都留言 然後後來一句 訂閱 按讚 分享 祝大家幸福 Cheers